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Susan 近期採訪實錄 習近平在上海一書出版 此事卻傳出習近平對上海官員的評價 引發民間關注 針對上海疫情 中國目前共投入15個省和軍隊的 4萬多醫療人員前往支援 是武漢疫情以來的首例 反映當地疫情的嚴重 上海官方宣稱 上海5萬公安全員 上綱加強社區封控力量 加碼封控中的基層問題漏洞百出 上海官場的腐敗無能暴露無疑 4月6日 《港媒明報》的儲名分析文章指 習近平在上海一書 通過採訪集在上海的舊部 益術習近平在當年的經歷 技術中有助於外界了解上海官場特點 文章指 據是任上海市組織部長沈鴻光益術 習近平當年用不黏人 三字形容上海幹部 意思就是不拼命 巴結領導而是比較務實 其實這個不黏人的評價 應該是習近平與之前任職的福建 浙江官員比較後的感慨 在福建浙江兩地 習近平身邊總有幾個死黨小兄弟 這個反映當時習近平在上海 未能真正與當地幹部打成一片 文章中指出 上海官員正於計算 擔當不足 習近平抵達上海的時候 征奉上海前書記陳良宇落馬 之後上海官場人心惶惶 官場多數人對習近平敬而遠之 除了第二把手韓正 恐怕沒人敢黏在去 在3月2日 中共喉舌報導說 採訪失錄 習近平在上海一書 近日有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 在全國發行 這本書主要反映習近平 2007年3月至10月 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領導工作歷程 習近平任上海市委書記7月04日後 進入中共中央高層任職 李強是現任上海書記 也是習在浙江任職時的大管家 在這次疫情中面臨危機 上海疫情迅速燃燒 防疫政策一變再變 上海當局跟進中共當局強硬的動態清零措施 不過 《明報》的文章中表示 有報導說 上海一些官員逃跑躺平 郊區鄉鎮甚至要有軍隊醫護接管 上海官員被批評為 頂層路線錯誤 中層指揮失當 基層能力低下 上海從半封城進入全面封城 也未能壓止疫情的發展 上海市官方通報 此輪疫情已累計超過7.3萬例感染 形容形勢極為嚴峻 同時上海防疫亂象頻出 民間輿論逐漸將矛頭指向當權者 在中共高層換屆之際 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正在謀求連任 而習近平身邊的政變集團如黨 至今也未徹底肅稱 並仍對習近平構成嚴重威脅 《大紀元》專欄作家張天亮表示 習近平明明知道 誰是潛藏的政變集團頭目 但他出於多方面顧慮 包括亡黨危機等 令到遲遲不能動手抓人 現在距離逐政變集團頭目出來又近一步 3月31日中共中紀委說 以落馬的前司法部部長傅政華 參加了另一名落馬官員 前中共公安部長孫力軍的政治團伙 結黨刑事 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 這處的政治團伙即暗指政變集團 孫力軍是前中共國家領導人 曾慶紅的親信 和重要的台前代理人 他曾深度參與針對習近平的政變奪權計劃 現在被習近平當局正式逮捕 等待最後宣判 傅政華原本是中共政部級官員 一度受習近平氣重 曾在2016年5月至2018年3月間 出任中共公安部的常務副部長 在眾多副部長中 他的權力僅次於部長 但是那個之後 就不再被習近平縱容 2018年3月至2020年4月 傅政華改任中共司法部部長 看上去是一次升職的調動 但原來實際是被削去控制要害部門公安部的實權 在2021年10月 傅政華在邊緣職位 中共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的任上落馬 在中紀委公布的495個字的罪名中 幾乎都是涉及政治的罪名 如政治野心極度膨脹 欺瞞中央 危害黨的集中統一等 而他的核心罪狀實際是 參與孫力軍的政變集團 當局用政治罪名 論處傅政華 這個意思並不是說他有多麼廉潔 在中共體制內幾乎 沒有官員是不貪的 和政治罪名相比 貪腐罪名同樣是中共黨內鬥爭的工具 而習近平當局列出傅政華長串的政治罪名 而映射出他背後有隱形的政變集團 中紀委曾在去年的9月30日說 前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 政治野心膨脹 在黨內大搞團火 職個人勢力 形成利益集團 成火作勢 控制要害部門 实陣上 傅政華和孫力軍 都是一個潛藏在習近平身邊的 政治集團的台前代理人 他們共同的老闆 是前中共國家領導人曾慶紅 曾慶紅是中共政國級幹部 也是政治派在江派的實際控制人 還是江派針對習近平 政變奪權的幕後總策劃人 江派由前中共黨魁江澤民 和曾慶紅共同建立 曾慶紅曾經主管 中共整套特務系統 和負責提拔 培植中共高層幹部 故以其黨羽勢力 滲透到中共、黨、政、軍、警、特等 各種要害部門 江派是對習近平 最具威脅性的政治勢力 2007年 在中共黨內各派勢力 較量和妥協之後 習近平被確立為中共王柱 但是他並不是當時不可一世的江澤民 和曾慶紅想要的人選 從那個時候起 曾慶紅策劃發動了一系列 改變時局的政治陰謀 目前是換了習近平奪回權力 在習近平2012年上台執政前夕 中共內部曾爆發一場政變 政變由曾慶紅策劃 他原本要扶持一名江派高官 替代習近平 但因政變失敗 導致的一系列後果 而最終破產 雖然在這個之後的大抓捕行動中 習近平當局逮捕了 大量身處權力核心的江派高官 涵蓋黨、政、軍、警、特的重要部門 但是習近平對江派的報復性清洗 並未觸及曾慶紅等江派首腦 政變余黨也未徹底肅清 至今也對習近平構成嚴重威脅 張天亮認為 習近平遲遲不能逮捕江派政變首腦曾慶紅等人 可能出於兩方面的原因 一種可能是 對手實力太強 現在抓捕對中共政權震動太大 可能會造成中共亡黨 另一種可能 是習近平要等今年年底連任後 安插自己的人掌權重要部門 鞏固自己的地位後 才再抓捕曾慶紅等 曾慶紅2008年3月 從中共國家副主席的職位卸任 他在當政時期所提拔培植的眾多親信 預計會在今年年底中共高層換屆的時候 因為年齡關係而退出權力核心 屆時曾慶紅等江派勢力張凋零 習近平派系勢力將會因為填補更多重要空缺而壯大 但是張天亮則提出 習近平的詞疑可能會令曾慶紅等反習勢力有機可乘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張明健報導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望